就是原装售后的 然后假的上面显示是PD不是显示 这一千多啊 这机器啊测的准吗 肯定准啊 特地花钱买的 啊可以 显示苹果二十瓦就原装 然后你要看这个这两个码 这个就可以拿到售后里面 是售后就是售后原装的 假的这会显示PD的 来我拿个假的好的给你拍一个 假的所有的它显示是PD二十瓦 它不会写苹果二十瓦 不然的话它就会清学 这个PD嘛 假的全部是PD它不会显示苹果 现在显示原装PD 评论百分之百 主要是看这个码 你翻按码 它能接受后 现在我教兄弟们怎么快速看 你的快充是不是原装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快充头跟快充线插到一起 看看快充头跟线之间有没有缝隙 看看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缝隙的 咱们不可能买个二十瓦的快充一百多块钱 再买个一千多的设备 原装的快充都是有序列号的 都是能读取出来 高仿的做的就没有那么精致 咱们现在来看看高仿的是什么样的 咱们插上去 很明显看到这个缝隙是很大 明显的不太匹配 很多兄弟们可能就想了 咱们拿个正品的头 跟高仿的线会怎么样 现在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正品的头 跟高仿的线缝隙大不大 兄弟们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缝隙 这个缝隙还是很明显的 现在咱们来测试一下 正品的线加高仿的头 看看缝隙会怎么样 咱们现在插上去 看看这个缝隙也是挺明显的 好啦兄弟们 赶紧去测试一下 你的快充是不是原装的吧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